好继续啊继续 下面呢我把这个借口给default掉 我们还是用以太狗 以太狗借口多一些对吧 ipv6gis f1800001零黄楼口对吧 ipv6gis这个20010001-924 数量inface1太0.0 那现在呢它就已经进行跌地检测 因为我借口一开始就能收到了吧 对不对 一开始就能收到 这条命令是不需要的对吧 那你不需要 行为需要的四颗不需要 对 行为是需要的四颗不需要 so ipv6gis 以太0.0 你看现在这个接口两个后面 是不是没有这个tentative 没有吧 没有tentative啊 我们看配R 然后 收到 interface 以太0.0 ok 以太0.0 ipv6gis f1800001 linko local ipv6gis2001-2-624 现在的话呢 由于我接口没有nose down 所以说接口 地址是不是属于tentative状态 对吧 接口还没有nose down 啊 没有nose down 好 那下面我要nose down了 nose down以后呢 要进行DNA检测 对吧 我把这个图给插一下 我换一下 换一下 换一下 R1 R2 R1这边配的地址是 F180 冒号冒号1和2001冒号冒号1-64 不是这样的吧 好 然后的话呢 他会监听一个被情犹建筑组国地址 这个被情犹建筑组国地址是什么 哎 你说一下 他会监听的被情犹建筑组国地址是什么 冒号冒号1冒号FF 然后00冒号1 对吧 那我这边我配了两个例子呗 这两个例子 一个是20 一个是F180冒号冒号1 对吧 因为我配了一个2001冒号冒号 2-64 那这边我是不是有两个背情 我今天准备的例子 对吧 首先这个是FF02冒号冒号1冒号FF00冒号1 对吧 这个呢是FF02冒号冒号1冒号FF00冒号2 是这么回事吧 对不对 好 下面呢 我要把R这个接口给诺诺诺 好 我来看一下 叫DebugIPValue ND ISMP Package 来吧 嗯 嗯 IPV6 也叫做Package OK 好 那我们把这个以太零二零港诺诺诺啊 好 没有地板信息了 没有地板信息了 看一下 首先 他进行第二件色 为谁 我两个地址 首先为LingoLogo地址进行第二件色吧 第二件色对不对 好 这时候呢 我发送 报文原地址和目的地址是什么 原地址目的地址是什么 原始说梦号对吧 你说说看 原始说梦号对吧 目的地址 是什么 FF001对吧 哎 因为我是 要为他请求 对吧 如果有人跟我冲突的话 他肯定会监听这个地址 对不对 那这时候呢 我就按照这个地址发出去了吧 这里面是有一个数据部分 叫FOR F180 冒号冒号1 对吧 好 这时候 阿姨跟他地址是一样的 还是不一样的 是一样的吧 那发出来的 阿姨能不能收到 可以收到吧 所以说你到阿姨这边来看 Receive type 143 143是什么 143不是 Receive下一个 Receive这个是 NS 对不对 143这个不是 143是不是 143不是的吧 对吧 我们是133到137 对不对 143不是的 143不是的 好 这个 这个是什么 说梦号 FF02冒冒1 冒号FF00冒1 收到的是什么 收到的是NS吧 对不对 收到的是NS NS的话呢 我看看这边有没有写 这个type多少啊 这边都是 这个这个不是 这个目的地址都是 FF02冒冒16的 这都不是 冒冒16 不是16 16 好 反正我收到了呗 收到以后 到底有冲突还没冲突 有冲突吧 那有冲突的话 我是不是要告诉别人 有冲突我要告诉别人吧 我告诉别人的话 我发送的是什么 发送的是NA 兄弟们 对不起 这个地址我在用呢 你不要用 听懂我意思吧 他发送一个NA 你看啊 DID检测 发现呢 F180这个地址 怎么着 反正冲突了 冲突以后呢 我会发送一个什么 NA 对吧 NA原地址 冲突了 这个地址 对吧 目的地址是什么 本地电路 所有设备吧 对不对 本地电路所有设备 我说 F180 冒号冒号1 这是什么 FF02 冒号冒号1 本地电路所有设备 我告诉你们 对不起 这个地址我在用 好 这个NA发出来以后 R 能不能收到 我看R 能不能收到 Receive 是不是Receive一个NA ReceiveNA ReceiveNA的话 validate 在检查它的option 不管登了 然后的话 发现 这个地址 是不是冲突了 Duplicate Adress 在以太零港零口 这个地址冲突了 对吧 冲突以后 下面就有问题了 有问题了 这个Store 是什么意思 Store 是什么意思 英文 Store应该是停止的意思 是停止的意思 OK 是停止的意思 什么意思 你看 首先 它有没有在为 全球单波地址 来进行跌地检测 我们刚才这边 是配了两个地址 有没有为2001 猫猫二 再进行跌地检测 有没有 没有吧 是不是没有 好 我们再说一下 show ipv6 interface 以太零港零 看一下 这显示 duplicate 这个地址后面 还有一个ternative 也就是说 当林口Local地址 一旦冲突以后 不会为其他的 全球单波地址 再进行跌地检测 因为林口Local地址 很重要 代表本地 电路上唯一的设备 如果这个地址都冲突 说明 那我这台设备 肯定是用不了的 那听众也是吧 我不是这台 这台电路上唯一的设备 这个设备 肯定是用不了的 所以说 所有其他地址 一概用不了 那听懂我意思吧 所有其他的地址 一概用不了 LingoLocal地址 一旦冲突 那整个这台设备 配置的所有其他地址 一个都用不了 那一个都用不了 设备都不为一 那你还用什么其他地址 好 这边听懂没有 听懂了吗 好 那继续 下一个 我们讲的是 LingoLocal地址没冲突 但是呢 全球单波地址冲突 看看会怎么样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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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鞋子